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电商人生的节目 电商人生已经很久没有开箱了 那么今天是今年的大连出三 我们再来开讲电商人生系列的课题 所以有很多人就问我 C老师 最近怎么都在讲疫情啊 讲讲政治 讲讲时事啊 这个电商怎么不讲呢 这个电商在这两年 尤其在今年呢 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 怎么不讲这个电商人生呢 所以 无论如何我们从这个牛年开始呢 我们就来继续开讲 我们的这个电商的这个部分 但是呢 我会换一些更加轻松的方式来讲这个电商的课题 那么今天的课题呢 不论你是从事哪个行业的 只要你的行业 有跟销售有关系的 不论你是卖产品的 还是在卖服务的 还是你是做教育的 还是做那个咨询服务的 各种各样的 然后也不论你来自什么国家 你是这个中国大陆内地的 你是我们马来西亚 还是这个新加坡 还是你在澳大利亚 还是你在加拿大 还是你在美国 任何一个国家 那么今天我们所聊的东西呢 都是适用的 都可以使用的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电商人生呢 我们都会以这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呢 来学习 怎么去这个 赚钱来学习更多的知识 那么人家很多人会说 我们要学电商 我们就要那种很严肃的 一个老师 在讲台上好像大学的教授 那种很严肃的 然后还要一点经历什么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 我相信 你们在这个油管 看见我的话呢 请问你们现在是在工作时间 上油管 还是你们是在休闲 休闲的时间上油管呢 所以我可以 我相信你们 油管呢 所有的观众群呢 我很坚信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在这个休闲的时候 好像这几天过年啦 OK啊 你又不能够出门 因为我们封城了 你就在油管上去找这个娱乐 所以 所以如果我们再把这个节目讲得这么严肃的话 大家老师在大学讲课 讲得这么严肃 这么严肃的话呢 那不太好吧 我们就以好像我一直讲 问艺人生这样的方式 我们轻松轻松的去讲 轻松轻松的讲疫情 那么大家就了解了这个疫情 当然在心理学上面呢 其实我们这种轻松轻松的讲解方式呢 反而学习效果会更好 你传统上一个很凶的老师 很凶很凶的对着你 那个学生呢 一动都不可以动的 因为在那边 你动一点点的话就被老师骂 那走学习是不好的 你记不到东西的 反而你在那边 你轻轻松松的穿着短裤啊 你要躺在床上听啊 躺在沙发上啊 都好 你反而这样子来 听我们的讲解的话呢 你反而会学到更多东西的 你们说对不对啊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东西呢 也属于一个比较开放性的课题 很值得讨论的 所以欢迎留言 如果你觉得任何 对这个健三女接下来你要做的这个 这个 你的生意的模式有任何的疑问呢 欢迎留言 欢迎讨论 欢迎给这个看法 或者对整个国家的这个趋势 整个世界的趋势 有什么看法呢 记得欢迎留言 那么 本片的视频呢 我们都是有这个字幕的 假如你看不到字幕的话 你打开油管的那个两个C 那个有个格子两个C 你打开你就会看到字幕 因为有字幕的讲解呢 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人家会说 老师是写作高手 讲的话呢 讲话还要训练 希望这个字幕会让你们看得更加清楚 好 不论如何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这个电商人生的这个课题了 市面上还是很多人说 哇 你做e-commerce 你做电商 你做电商会赚百万 赚千万 那是什么 提升十倍百倍一千倍啊 这位观众朋友 相信大家都是有头脑的人 如果特别是你们生活在马来西亚的观众朋友 我们讲一讲这里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属性 马来西亚人呢 你们记得有一件事情不要做就是炫富 这个国家不适合炫富的 防止任何一个在这个国家炫富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其实很多很多人因为这个疫情 因为这个去年的疫情的爆发 其实他们在这个电商 透过这个网络的营销呢 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那么真正赚到钱的人呢 是不会跟大家透露的 我们马来西亚人 我们明白 可能跟大陆的朋友们有点不同 在大陆 我们知道的 你不炫富你也不行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外呢 我们记得千万不要炫富 所以很多都赚了蛮多钱的 他们都不会再出来讲的 所以导致大家呢 很难得到一些 电商实际操作的方法 与这个资讯 所以你看从去年我们大马封城开始呢 其实很多很多商家呢 真的他们在电商 非常非常的成功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又讲回几年前的事情 那么这里呢 我就讲到一个原则 就是我一直我这么多年 只要是邀请我讲电商的课的时候 我都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坚持 做电商呢 你不能只急功近利 人家跟你讲 你用的我的这个 什么平台用的我的小工具 你的业绩提升100倍 OK 给你的那个收入提升100倍 好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 提升100倍之后 怎样 我们做的是实体生意 我是有产品的 或者是我是有做服务的店的 我的店 每天 一年365天 我要继续的开 继续的营运 功能要继续给薪水 这个这个房租继续要给 那个产品的那个原料 这些费用要继续给 你是你一次过你帮我 增加了这么多销售量 但是我的生意是长长久久的 我们追求的 这是一个长长久久的 所以我一直强调的电商法则呢 就是你要坚持 没有这个急功近利的 那个功利主义的那个看法 所以很多很多这么多年来 从我第一次去教电商课程 大概2011年开始 直到现在2021年10周年纪念了 我一直在坚持告诉大家 你最起码你得坚持三个月 三个月是很短的时间的 你要做更久 那么在马来西亚东南亚的国情呢 这个国情是这样子的 你新的产品 新的平台 新的模式上来呢 根本没人会看见你的 因为人家会担心你是诈骗 但是当你一个月的时候 你就看见 有人愿意跟你互动了 两个月的时候 情况大大的改善 三个月的时候 突然间你发觉 怎么每个人都开始认同你的 到半年的时候 大家已经把你当作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所以 所以要坚持 很多人呢 三个星期都坚持不了 很多人呢 三天他看到没有业绩 他的脸就臭臭了 然后他就放弃了 他不到三个月就放弃了 所以呢 这么多年来 这十年来呢 很多人一直讲这个电商是不能成功的 电商是不能做的 太多太多负面的想法 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坚持 但是谁知道 谁知道老天爷 会 会给了一个电商这么大的神助攻 所以 老师我每次讲课的时候 我就说你坚持下去 你真的你要坚持下去 所以能够坚持到2020年3月18号的 这些伙伴们 我真的替他们感到高兴 如果2020年3月18号 还在继续营运电商的这些伙伴们 你们真的是成功了 这几年来的委屈呢 真的在这一年 自从大马MCO之后呢 这个几年来的委屈呢 通通都在这一年呢 全部回到你的身上了 全部的成果 你 剩下的这一年呢 他们只在做什么 收割啊 拿着链刀啊 拼命收割那个成果啊 收割到来不及了 收割到那个 我们看到快递的货餐 快递的货餐爆满了 爆满到那个 快递的员工拿来乱丢啊 工作量太多了 多到他们送不完啊 所以你还讲这个电商不能做嘛 看看快递的员工前几天在那边乱丢那个货 引起这么大的通波就知道了 看看现在有哪一家快递的仓库不是爆满的 那么这些就来自什么呢 就来自相信 坚持的人 所以他们在这个疫情的这一年呢 看看 疫情之后 我们可以讲说 疫情将我们 三家的 手 被绑住了 脚 也被绑住了 那么同样的顾客也是一样的 顾客的脚被绑住了 但是顾客的手 没有被绑住 因为顾客还有手机 所以呢 这成为了所有商家 最后一条活路 甚至是唯一的活路 所以很早就把这个电商模式 做好的这个商家了 很早以前就有听老师的话的 老师就说 快快快快 你们 你们要做到 你们的这个业务呢 你们要有20%的销量来自电商 然后你要做到 50%的销量来自电商 但是很多 很多商家 他们不愿意去做 他们不愿意去 聆听 这样的这个话语 不愿意去做 这样的这个改变 所以 2020年3月18号 他们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 但是有做好这样准备的商家 刚才就讲的 我跟他讲 这样烦了 顾客已经不能出门去买东西的 他就上网买 所以多了多少的顾客群 你们知道吗 以前 我们 讲过很多次 大马电商几个困境 其中一个困境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困境 那么这个就是于何于此的问题 就是因为大马的顾客 他们不愿意上网去买东西 他们不愿意做这个online payment 他们很懒惰 他们很懒惰上网 他们不愿意上网去付钱 你现在叫人家上网去付钱 他还会跟你讲一大堆 那个钱被诈骗 我无法相信他是90后跟90后的人会讲这句话 我无法相信 反而这个60后 还有60后都会上网买东西的 他就会跟你讲很多 但是呢 自从这个 国家封城之后 疫情封城之后 完了 实体店全部被关闭了 直到现在2021年 我们是刚刚 刚刚这个实体店被 打开到了 所以中间呢 经过很多很多过程又开又关又关 但是 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 客户们学会了上网买东西 以前从来不会上网买东西的 这一些人是呢 现在学会上网买东西的 然后故事还没讲完 他会上瘾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马云老师的那个 淘宝 用了人家这么上顶 叫做那个 剁手党 那个 中国还有一个怎么治疗剁手党的那个课程 因为他已经剁到 他用未来钱 所以他引发这么多风波 他引发这么多风波 就是不要 不要让人家用未来钱 那么这个大马的 庞大的顾客群呢 他们学会了 上网买东西 买着买着就上瘾了 买着买着就又爽快了 因为现在来到2021年的这个 电商模式呢 我们多了很多种 不再像以前这样子 只是淘宝那种模式 你看着现在连淘宝 他都要用一个主播 在这边互动 一个主播在这边卖东西 尤其是 一些 比较口才比较好 比较生动 比较动大家开心的那些主播 那么大家就在这么高兴的情绪之下 又可以打发时间 又可以听主播讲笑话 有些就特别喜欢听那个主播骂人的 也有这样的人 那个主播从一开直播就骂人 慢慢慢慢到完结果他的产品卖到 那个快递公司给他的货餐卖到 那个货餐 挤到满 这个就是一个 电商奇怪的现象 当然这关于主播直播待货呢 改变我们在电商人生 我们再讲 但是呢 这里要给大家知道就是 顾客群 已经成熟了 顾客群 已经ready了 现在就是大家最好 进军电商的时刻 那么这个下半部分呢 我们来讲一讲 这几年的一些 过程 好像2017年那时候 电商在大马 正在开始引人注目的时候呢 好像这个当时 这个中国报的采访 当时 我也分享了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在这个东马 在那个失误的当时 我们成立的这个 这个撒绕月的 这个电子商务 学会 所以当时也看见了 这个撒绕月的政府呢 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他们成立了一个 电子商务部门 所以因为有这个部门的带动之下 所以这个反而 东马的撒绕月人 他们的这个电商的一些 他们真的走在比西马的更前 因为我们的一些伙伴 他做这个卡购的 就知道 哇这个东马人 原来这么喜欢去中国 去跟我们的 马爸爸 采购东西的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 独特很惊人的一些数据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 当时这个财政预算案呢 那么这几年的政府 都特别的 关 关注这个关于电商的部分 所以当时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这个媒体 那个电视台还要请我去 评论 当时当天的财政预算案呢 有为电商带来什么福利 但是一切的一切呢 到最后呢 还是很多人 不相信 因为呢 老师我提供的 我们是震荡的方式 电商就是让你的实体店的生意 多了一个渠道 让人家 可以 让更多的顾客 或者你的粉丝 能够买到你的产品 当时太多急功近利的人 他们觉得 做三个月没反应 做一年没反应 做半年做多久没反应 结果呢 就开始出现很多负面 人家在质疑 哇 谢老师你讲的东西 到底行不行的东西不通 所以 就开始各种各样 质疑电商的声音就出来 还 还将我这个电商协会主席的这个职位呢 还把我赶走这个职位 那么 这就好了 看把这个 两年后 2020年 现在 现在 我们回到早前我们讲的 当时我只叫你们 20%的业务 做到电商 但是很多不愿意去做 不愿意去改变 不愿意跨出这一步 要不然就是他跨出这一步的时候 就遇到了老千 被人家 签了 几十万 几百万 去做了一个 不应该 不需要 根本不需要 去做的东西 你需要吗 你找一个主播来卖东西就好了 你何必花 花 五六十万 去做一个系统 那现在 大测大露了 对吗 然后我说 你们把这个业务 50% 做到 online 人家还是很难接受 那么 现在呢 2020到2021年 看看现在还活着的商家 很多 都是 100%的业务 来自online的 就好像 西老师现在还活着 我现在 这一年里面 所有的业务 来自online的 那个实体的业务 真的是降为零 真的是降为零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这个疫情对我们的 这个实体经济的打击 有多严重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有做好这个电商模式 准备的人了 他至少他可以维持 他可能他做到的是维持生意 甚至以另外一种 他运气好一点的 他可能他真的是 赚了好几桶的环境 这都很难说 所以呢 最好的时机 其实还没错过 因为这个与疫情的战争 最少还要一年 所以你们有听老师讲的 瘟疫人生的系列 你们就知道 为什么 我不是刻意要去做那个娱乐节目的 我不是刻意要把瘟疫人生的 我不是刻意要去 挑后门政府的这么多缺点来讲的 而是我要让大家很清楚 去判断这个局势 这个疫情呢 我们要有心里准备一年的时间 给大马去搞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前几期的瘟疫人生节目 就知道了 这个后门政府的 智商到什么程度 这样的智商 能够战胜疫情的话 除了是 神 除了神在拯救马来西亚 神在宽恕马来西亚 神在救赎马来西亚之外 我看不到有任何方式 马来西亚可以战胜疫情 真的只能把一切 位于这个神罢了 你们都知道 打羽球 不可以四个人算打 美容院开的不能够洗脸 今天 我们又讲过了 这个踢足球的时候 不可以有身体的碰撞 所以这样的智商 你说这个国家如何战胜疫情 所以 很多去年 我也提醒很多商家 快快快 你错过了3月到6月 还有机会 快点做电商 快点找个主播来卖东西 那快点把你的整个电商模式建立好 人家还是不相信 人家宁愿相信后门政府 多过相信 C老师 其实C老师从去年 这个封城之前所讲的东西 基本上 样样都是准的 当时这些人 选择相信后门政府 他们相信后门政府可以战胜疫情 结果搞到今天 疫情更加严重 疫情没有跑 所以不要看到今天的数据是这样子 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 他的测试减少了 他不要测试了 他故意不测试了 当然是 疫情降低 但是要搞到 真正完全解封 真正安全 真正清零 这样的政府 一年吧 WHO还讲了七年 所以 所以 也不要小看 因为这个顾客群 他们已经习惯了 刚才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凡是上网买东西的人 我们这种年纪大的 我这种70后的人 以前不会电脑的人 60后的 我太太这种也是70后的 甚至80后的 他们人生第一次完成上网采购的时候 我跟你讲 Grad food 我们这种70后的老人家 我们第一次成功用Grad food Made payment 去付钱 去order一个食物的时候 我跟你讲 那个心情是 痛苦流递 还是 欢天喜地 这种的成就感 那么人就是这种的动物 但他觉得 我这个老婆婆 我都可以用Grad food 去order东西 我这个老婆婆 我会上网买东西了 但那种成就感 他真的在人生干中 他找到第2个春天 知道吗 尤其很多这些 孩子已经长大了 孩子已经毕业了 开始步入晚年 开始迈向老人痴呆症的 开始迈向老人痴呆症的 开始迈向还脸婆的这个族群 他们突然间发现到 我会上网买东西 我会用Grad food order 还会online payment 我会在shopping买东西了 我看到这些 Facebook的主播讲讲讲讲 我还真的买到他的东西了 他完完整整 他找到人生的第2春 他完完整整 他本来要老人痴呆了 现在他活着的 有希望了 他重新燃起的 他人生的希望 所以呢 顾客群 有了 所以不管改天呢 我们真的 神特别尊顾 我们马来西亚人 我们的疫情真的好了 我们大家祷告多一点 所以他为什么 他要叫500个人去 清真实祷告 就是 就是神啊 快点帮我们的瘟疫 拿掉吧 好了 我们疫情真的好了 但是这一群 被这个疫情的训练出来 成功会上网买东西的这个顾客群 所以我讲的特别是 70后80后 60后的 这些 他们已经习惯了 现在用到习惯了 现在你不要看那些 你叫他online买东西 他厉害过你 好像我们年轻的 我们的小孩子买不到 还被他骂 你们的小孩子不懂事 爷爷奶奶叫你怎么online买东西 所以他们完全 他们在人生呢 他们找到了一个 纯新的方向 所以呢 今天的节目呢 老师只是告诉你 最好的时期呢 真正来临了 请坚持下去 那么希望呢 今天我们这样的方式来讲这个 电商人生呢 大家会喜欢 我们不用那个很严肃的 散客方式 反而用这种聊天聊天的方式 当中讲的蛮多个重点 大家有抓到的话呢 就好好的吸收 那么我们会继续的做这个 电商人生的节目 当然要做啊 人家又封城又MCO 那个老师又不能够实体跟学生上课 美容又开的又不能洗脸 叫老师做什么工作 那我不上晚都讲多一点课 那我还能做什么 好 无论如何呢 今天是年初三 也是情人节 上晚卖花的也卖得不错 那么 今年的第一场的这个电商人生呢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那么记得这个也适用于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 华人的观众 你们都听到的话 你们都知道 现在的电商时刻真正来临了 我们看看这个亚马逊吧 看看贝佐斯吧 现在 现在他多有钱 人家每一间公司都倒闭 都亏损 亏到 无法形容 搞电商的现在 多赚钱 为什么 我们没有早一年 领悟到这个东西 为什么没有早两年领悟到这个东西 所以呢 大家多多支持 C老师的节目 我不是很有智慧的 只是 有时候 我能够讲究一些 比较有远见的东西 就这样子而已 我们下回 再见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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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